欢迎收看本期精彩内容 传入中国后又经历了哪些变化 今天就跟着小万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9世纪晚期 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 有时只是曾未叹 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 这之后中国的发展应验了这一说法 一百多年来 中国在政治 经济 军事和文化领域 无不发生天翻地覆之变 就是变化相对缓慢的宗教领域 在近三十多年里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替代自宋元明以来成型的传统宗教生态的 是一个正在快速形成的新型宗教生态 宋元明以来 中国基层社会宗教生态的主要特征 可以形容为民间宗教为主 佛道等教为父 各宗教彼此之间交错融合 而当前新型宗教生态形成的标志 则是民间宗教地位的丧失和基督宗教的崛起 在近代以来 人们以为宗教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消亡 没想到的是 科技越发展 宗教不仅没有消亡 反而越来越兴盛了 基督教 伊斯兰教 佛教 这三大外来宗教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 而在属于中国的本土宗教 道教却衰落了 传统的儒家文化也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这场宗教文明的激烈竞争中 中国传统文化已败涂地 共产主义思想随着改革开放 我们放弃了毛泽东思想 这之后的几十年 在文化意识领域 共产主义也是一败涂地 面对外来宗教的侵袭 几乎是毫无抵抗之力 若是这种局面持续下去的话 在宗教文化上 未来的中国甚至有可能被外来宗教全面占领 既然道教 传统儒家文化思想 毛泽东思想都不能抵挡外来宗教的侵袭 中国的未来随时都有可能被外来宗教转化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这三个外来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史 一 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已经十分漫长 已经完全改造成为中国风格的宗教 中国化程度极深 中国人无论信奉与否 其思想观念中都有佛教的印象 故我们可以直接考察佛教关于神的观念 在中国的变化 在中国的两汉三国时期 佛教刚传入中国 此时的佛教只能作为道术的一种而存在 在当时的中国人心中 佛教等于与道家的方术 这一问题可以用汤用彤先生的研究 汉代佛教历史材料甚少 极为难言 但与其信佛教在汉代不过为道术之一 华人誓之其微仪毅力或有书役 但论其性质 则誓之与黄老顾属一类也 在世人的心目当中 佛教中的佛与中国传统神话体系中的神仙地位是一样的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 佛祖菩萨并非是至高无上的 而且我们需要注意 在中国化过程中 佛教的神灵形象也按照中国人的审美进行了改造 例如观音的形象 在佛教经典中为男子形象 在中国却逐步演化为女子形象 西游记的神仙体系代表了中国人传统神仙世界的观念 在其构建之中 佛教的各种领袖完美地融入于中国的神仙体系 佛祖被认为是五方五老之一 仅是一方天尊 佛祖是加牟尼并非最高级别的三清 甚至并非次一等级的四域 而是西方如来佛祖 南海观世音菩萨 东方崇恩圣地 北方北极玄灵 中央黄极黄脚大仙 并列为五方五老之一 佛教最高的佛祖被成功地融入了中国的神话体系 这是中国人对于外来佛教观念的改造与认识 二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改造 伊斯兰教在成立之时便开始向中国传播 在唐朝时期 通过唐朝与中亚交往的使节商业 往来中的商人 军事战争传生的战俘与军事来往 伊斯兰教便已经进入中国 伊斯兰教属于一神教 其真主安拉是神的唯一使者 古兰经明确规定 除真主外 你们不要祈祷别的任何神灵 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除他的本体外 万物都要毁灭 这一点在阿拉伯教权与王权相统一的环境下 很好解决 但在中国皇权与教权分离的情况下 穆斯林为了适应生存 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 在中国的穆斯林出现了二元忠诚 穆斯林群体引用古兰经中 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的经历 转为强调皇帝身份的特殊性 他们的落脚点仍然在于把真主安拉放在最高的地位 但也把皇帝加入他们的信仰体系 他们力图做到把真主放到最高地位 但现实的压迫使他们对于神的观念有了一点妥协 但这无疑为他们赢得了宽松的政治发展环境 随着穆斯林群体在中国社会的壮大 他们为了适应社会生活 以及提升社会阶级 他们也积极投身于科举考试当中 他们学习儒家经典 接受儒家经典进染 愈来愈深 便把儒家思想也援引到自己的经书当中 穆斯林中的一些大学者往往是一如兼通 甚至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主要宗教佛教道教也很熟悉 他们在翻译伊斯兰教的经典时 往往也借鉴了儒家思想 即所谓既通天方之典 复通中国之经 融会贯通诸维书 以禅其教 而穆斯林取名的变化 也可以显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一直到元朝 外来的穆斯林都保持其原来的命名习惯 只有名没有姓 而且在明朝以前 他们的名字大多不改汉名 只有少数汉化极深的人 才会给自己加汉姓改汉名 这一点我们可以观察 原始中所谓色穆人 一般为穆斯林的名字 如宝巴 阿劳瓦等 明建国以后 一方面朱日元璋 以种族革命下诏 禁止蒙古色穆的生活习俗与文化习惯 另一方面中国穆斯林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 穆斯林加汉名 改汉姓的现象实际成为一种潮流 而且穆斯林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 例如 回族穆斯林同胞就接受了同宗同辈的人 用一个固定的词来命名传统 一些回族大型之中 也兴起了修族谱家谱的做法 三 基督教传教形式的改变 基督教名墨随着西学东见便已经传入中国 在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当中 上帝崇拜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特征 基督教的实践中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它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 是祭邪的上帝 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 遇到一个最大的挑战 就是中国人对于祖先和鬼神的崇拜 中国的传统观念 于传统典籍之中 有许多关于地 上帝 天地之类的观念 明末的传教士 便这些概念附会到基督教的上帝身上 但他们对于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一行为 是持不满态度的 立马逗挡传教士对于这一做法去默认态度 这引起了基督教内部的教族之争 在1704年 及康熙43年 罗马教皇阁勒门十一向中国发出斥令 禁止教徒祭祀祖先 这无疑引发康熙皇帝的反感 对于基督教已经开始限制 康熙年间 祝皇自争储位是大家熟悉的事情 而对于基督教传教士致命的是 他们支持的雍正的对手巴阿格党 为雍正禁教埋下了祸根 雍正禁教的导火索 源于福建官员的一封奏折 奏折称 基督教徒似建教会 聚众集会 男女混杂 友商风化 这时本来就对基督教有所成见的雍正帝更为不满 他敏感地意识到基督教的传播 将危害他对臣民的思想控制 并实行严格的禁教政策 基督教很快就在中国就销声匿迹 基督教正式传入中国 是随着晚清洋人的枪炮进来的 这一问题依然困扰着基督教的传教士 但基督教想要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发展 基督教自身还是做出了更大的让步 晚清著名的传教士李提摩泰 在传教的过程中 也主动宣称 中国人祭祀祖先既不是迷信活动 也不是崇拜偶像 而仅仅是一种孝敬亲人的表现 要求传教士不要干预 要尊重中国人的这种传统 现今的基督教在华传播 基本遵循这种态度 我们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宗教自由 和宗教平等的国家 世界三大宗教在我们广袤的土地上 都有无数的信徒 而三大宗教却并非我们的本土宗教 且三大宗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不同 传播方式不同 传教地点不同 三大宗教在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时 都做成了许多的让步 其传入中国时间越早 做出的改变越多 如最早传入中国的佛教 做出的改变最大 甚至宗教主要的神形象 都进行了中国化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家文化对于各宗教的影响 无疑是潜移默化的 但这正体现了中国文化 对于异文化的包容性 所以今日之中国 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加坚持 文化自信吗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宗教本无国界 对于佛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如果您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小玩记得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 小玩记得点击订阅ES 小玩记得点击订阅 小玩记得点击订阅 小玩 nets 感谢观看